大家好,我是讲历史的春秋军 想必大家都知道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吧 老包是北宋名将 打坐在开工府,不为强权秉公办案 电视剧,包青天更是深入人心 今天咱们不聊包公如何断案 只聊一聊包公的婚姻家庭情况 包公一生娶了三个老婆 按说应该多儿多女 事实却令人意外 如果不是包公一个丫鬟为他生了儿子 包公就绝后了 有人为了,别急 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 咱们还得从头聊起 包公的原本妻子姓李,人称李氏 古代女人没有地位 连叫什么名都没留下来 李氏命不好过门不到三年就去世了 因此也没为包公留下一儿伴女 两年后包公续起了董事为妻 董事是大夫人家的女儿 在古代富家小姐出嫁都会陪送丫鬟 也就是伺候小姐的仆人 董事陪送的丫鬟姓孙 古代陪送丫鬟是一种灰苏 比如清朝当初校庄皇后嫁给皇太吉时 带过去的丫鬟就是苏麻拉姑 通常情况下陪嫁丫鬟到最后都会转正 被男主人收为妾时 董事一年后为包公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包义 转严二十多年过去了 包义就到开封府做了助理 也就是当了法官 到了回配年龄 包公和董事就为儿子张罗了一门亲事 包义娶的是当时宰相的孙女 垂氏和包公家里也算没当户对 过没后小两口哀哀哀哀哀 实在令人羡慕 然而天不作美 结婚一年后 而是一岁的包义就突然得暴病而死 包公也够倒霉的 早年丧其中年丧死 白发人送黑发人 人死不能复生 包公和董事都是同情搭理之人 劝儿媳妇董事 另嫁他人 存世是大奖为秀 从小接受的是女人从一而终这些 卢家思想 表示愿意伺候公婆一辈子 说什么也不敢嫁 包公感动之余就答应了 包公唯一的儿子死了 又没有孙子 这样一来 这时候包公的妻子 董事年纪大了 没有了生育能力 董事就想到了自己 盘家丫鬟随事 于是就全包公 收了丫鬟随事做小倩 古代会议法规定 妻子没有生育能力 丈夫可以去纳妾 一续香火 盘家丫鬟上尉 成为妾师 在古代称为应妾 以此史书称孙氏为应孙氏 包公纳妾一年后 老婆董事 因病去世 应孙氏年龄小 有点任性 也就是脾气不好 常和包公顶嘴 三天一吵 两天一闹 包公忍无可忍 就把他赶回了娘家 等一把孙氏给修了 包公不知道此时 孙氏已经怀孕了 孙氏虽然和包公脾气不和 但是和包公的儿媳妇 很投缘 可能是年龄相仿 两人无话不说 有一次 孙氏偷偷见到了 包公的儿媳妇 崔氏 大到湖水 最后说 我已经换上了包公的孩子 现在包公把我修了 我也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包公的儿媳妇 崔氏一听 鸡芒说 千万要生下这个孩子 你生下来 我给你养 就这么着 孙氏就生下了孩子 而媳妇 崔氏对过来就说 收养了一个养子 还抱过去让包公起了个名字 叫包蛋 蛋就是诞生的意思 长言道 有儿不愁长大 短言五年过去了 而媳妇 不愿意再埋着包公了 儿子越来越大 于是就把实情脱出 告诉了包公 这是包公 很高兴 想不到自己这么大年纪了 还有一个儿子 改名叫包兽 一年后包公一并去世 严格来说包公有两个妻子 一个小妾 唯一的后代是小妾为他生的儿子包兽 小妾是二方妻的丫鬟 说丫鬟为包公接 穿穷接代 这话也没有错 不管怎么说吧 上天还是不负清官 总算没让包公断了香火 还是好人有好报啊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最后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改日我们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